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久,一辆银灰色的雪佛兰轿车突然从出租车后方驶来 最后出租车上的老人走下车将一个背包交给了车里的人 全集雪佛兰轿车及时而去 几乎在雪佛兰轿车离开的同时 海米之外的几辆车停止起动 这是贵州省星亿市警方部署的一次抓捕行动 在刚才的画面中,那位老人的背包里装着22万元的现金 显然这是一次交易 可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易 要在凌晨4点钟来进行 这次交易的目的又会是什么 在那辆急迟而走的雪佛兰轿车里 坐着两名年轻人 面对背包里这22万元的现金 这两个年轻人很快就陷入了成功的亢奋中 但是,他们也很快发现了身后紧追而来的警车 聚焦一线,直接现场 近在咫尺的幕后黑手 又危险就万一安全 不寒而栗的电话 凌晨街头的飞车追击 最后时刻的张簧失措 交易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天堂还是地狱 身像孩子的黑手 一线正在过出 几乎就在雪佛兰轿车启动的刹那 车里的两个年轻人就意识到了大势不好 我就感觉什么 感觉不对啊 就说可能报警啊 尾随其后紧紧吹来的警察 让这两个年轻人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往着驾驶座位上同样慌张不堪的大哥 他们开始互相抱怨 当初大哥不是胸有成熟的说 对方绝对不会报警吗 我叫他把人放了 把人放了,自己开启走吧 一直到这一刻 两个年轻人才开始懊悔 如果不是受大哥的指使 自己怎么会这样被追逃呢 2013年5月23日早晨6点多 家住新义郊区的萧莲 领着八岁的弟弟起一期去上学 当他们刚走到附近的一条马路上时 突然看到马路边上停了一辆车 我们看见了一辆变报车 变报车行哪里? 那里 那里是吧? 还有人吗? 有其他人吗? 那里还带着两个人 年幼的两个孩子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异常 当他们准备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有人叫他弟弟的名字 叫齐齐 我送你去这样 然后两个人就把他枪心抱上车了 把弟弟抱在这里 他在这里 我弟弟右脚 右脚抓在那个人的手 有个人一马过来 我住了 我闭着眼睛 齐齐被抱上车后 面包车绝成而去 趁着蕭莲站在马路边 突然感到了巨大的恐慌 你两个叔叔你认识吗? 不认识 惊恐的蕭莲亮亮亮亮亮的跑回家 向爷爷蕭德友述说了自己看到的一切 他都说可能是不是哪个熟人 带他去把他叫走 叫去哪里 他还是有点不相信 他还是觉得是 怕是其他人把他看完一下吧 他爷爷还说 你去读书没事 然而 蕭德友老人的镇定 并又维持多长时间 就被一阵急速的变化铃声打破了 看我准备三十万 把娃娃在那边收留下 不要报警 否则的话 你就见不着你的身子了 我们就 那边申请 就是绑架案 接到报警后 为保护被绑架的孩子 防止犯罪嫌疑人得知肖家人的举动 警方及时将肖家人转移到了一处秘密地点 同时 外围调查迅速展开 这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吧 从外面没看不住 那里是个 是个斑案 我们第一个考虑 就是不要让犯罪嫌疑人 发现 他们已经报案 我们警方已经借助 第二个 就是说让他们心里面 就是说能够 确信一点 就是说我们公安机关 是能托案的 每隔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让他打一下对方电话 是否可以打通 但一直是关机的 只要我打给你 不然你打给我 你打来我是关机的 您好 您做他的电话 你关机 时间在胶着等待中 一分一秒过去 孩子的安全 牵涉着专案组 每一个人的心 同时 外围调查 也在紧默秘谷的进行 看清楚 那辆车是什么样子的了吗 看清楚了 那辆车是白色 白色变包车 作案一般他不会用自己的车来断 考虑的可能是租了 然后我们就在全市范围内 对我们三百多家 汽车助力好 也开展了排行工作 当时警方对嫌疑车辆 可能经过的区域的监控视频 也进行了排查 案件发生的那个地点 它很特殊 就是在下午屯 它不是在城的城中心 它是也有一点偏僻了 安排我们民警 全部是便秘密的 以现场为中心 向四周走法 调起 监该的 街面的监控 这些视频资料 然而 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似乎对警方采取的行动 早有预料 从案发地离开不久 他们就更换了车子 换了车以后 就不怕什么 等这个正常事件 由于犯罪嫌疑人 经过了精心布局 警方在案发现场周围 没有获取到 有价值的视频信息 同时 在租车行 也没有找到 符合条件的面包车 那么 究竟会是谁 可能对肖家人下手呢 小肖连说 他们并不认识 绑架弟弟的 两个犯罪嫌疑人 但是 这两个人 却能叫出孩子的名字 这说明 这起案件 极可能 有肖家人的熟人 牵涉其中 根据这个思路 肖道友 向警方提供了 一个重要信息 那个人 以前跟他有个 经济纠缓 就说在做生意的时候 他欠了 这个 齐齐的父亲 两万块钱 然后一直要没要到 但是 经过调查 这个人的特征 与肖连在现场 目击到的犯罪嫌疑特征 并不相符 他说 可能 就身高在我的 这个 双癌 就是 七癌 下 下 下 大概就是 一米五 就我们根据 我的这个身高 分析下来 应该就是 一米五 到一米六 那么 有没有可能 是这个人 故事绑架了 齐齐 进一步的调查 再次否定了 人们的这个猜测 这个人并不具备 作案条件 我们监视的个人 他很正常 就是跟正常生活一样的 感觉到 好像犯罪嫌疑人 好像比我们 是挺严的 他本的这个 基本情况 全部都是掌握 就给我的感觉 就是存在这个 人里的墓里 让所有人 都想不到的是 就在警方 苦苦寻找 犯罪嫌疑人 和小琪琪 下手的时候 在大哥的指点下 此刻 两名犯罪嫌疑人 竟然找到了 萧家的住址 正在距离 萧家不远的地方 监视着 萧家人的 意义 他们说的 越危险 越安全 由于警方 及时将 萧多有一家 转移到了秘密地点 犯罪嫌疑人 并没有得到 他们想要的信息 萧家人 到底报警没有 他们也无从得知 警方和犯罪嫌疑人的 决力 在令人窒息的 沉默中 暗暗进行 在绑架完成后 马上换车 精心躲避 摄像头的跟踪 这一系列行为 说明 绑架起起的 犯罪嫌疑人 是经过了 精心策划的 而且 他们在萧家附近 进行跟踪 进行踩点 也说明 他们对这一家人的生活 非常熟悉 那么 这两个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机器 难道 只是为了那三十万元的赎金吗 当真相终于大白时 萧家人感到了 不寒而言 夜色中的陌生人 于此网坡的最后一句话 欲望周旋 暗游涌动之下 到底目色水手 声音像孩子的黑手 一线继续播出 时针已经指向了下午两点 在警方焦急等待犯罪嫌疑人 进一步行动的时候 守候在萧家附近的两个年轻人 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焦躁 他们不明白 萧家人为什么都突然不见了综艺 难道是他们报警了吗 就在他们胡乱猜疑的时候 一辆警车突然出现在附近 我们车就停在了车位里面 行政官车子在我们后面瞪着 我们看到行政官车子了 观察了半天 发现警车并有动静 两名犯罪嫌疑人放下心来 而这辆偶然出现的警车 让他们决定 要警告一下萧家人 不要轻举妄动 14点48分 萧德游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小伙认 喂 小伙认啦 喂 还有一点不对啊 两个不对啊 你还在轻挥一点不对啊 我轻挥不 我如果学习的办法,我要去照这个,折了那个真影没有人真戲好,这就是死人最近我写生的公共公公民的,我写了什么公共公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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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就写了,我写你的公共公民的公民的公民. 遭记了,家里的情绪,家属的情绪,秀养家属的情绪,马上就暴动。 绑匪的威胁让肖德友如遭五雷轰顶 然而侦察员却立即判断 这是绑匪在有意试探 他应该有点试探 试探就是说到底他 试探那个家属嘛 到底他报没报警 你还用那么不理呢 你只要不晓得 全面有两者 身不带来 死不带来 那就用了都用了 按照我们的安排 他就马上就说 我怎么敢报案 深深在你手里面 我还要我的身材 我生子肯定要要回来 钱我可以找 生子我能找得回来吗 老人的承诺 让电话内头的犯罪嫌疑人 似乎放松了警惕 他们同意让老人和孙子进行通话 哈罗小弟们提个电话吧 点钱好点 钱好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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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点讲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来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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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去吧 我去你做事的 是吗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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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那你 去吧 去吧 那你不行 我去吧 那我去吧 哎 可以的呀 我来 想办法 我去吧 你 我去吧 孩子还安全 这个消息让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而这一段对话 也让侦察员对对手有了一个基本判断 谈判的这种能力和水平 给我们感觉 这嫌疑人不是很成熟的 不是很有经验的 反正从那种忆气和口气 说他非常想要去 基于这个判断 指挥部果断调整策略 决定引蛇出洞 最后瓮中捉鳖 先跟他交易 就是把钱给他 人质安全以后 那我们必须把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警方迅速抽掉了大量警役 做好准备 同时等待着犯罪嫌疑人的再次来变 17点28分 犯罪嫌疑人再次打了电话 这次在警方的安排下 交道友和对方就赎金多少展开谈判 以拖延时间 我记得要啊 我记得要啊 我把我送给人要 我就记得要啊 这基础做一个 我都给人要 有没 那我先找我送给人 啊 那我先找我送给人 哎呀 不要让我家送给人 这我来的 那我先找我送给人 说说 你不能一口答应给他这么多钱 就慢慢地就像做生意一样 要砍价 把这个价格砍下来 要稳住嫌疑人的情形 让他觉得有希望 让他觉得要这个钱还是有希望的 目的是不能让犯罪嫌疑人牵着我们的笔子走 二十二万元现金放完六点半 党费的最后推别让专案组决定 锁定交易环节物质抓捕大瓦 当晚六点半 三队嫌疑人再次打了电话 打交易时间改为晚上八点 他当时说的是到这个 我们新医院接行化研 是一个交通交道 所以人缘复杂 逛商场的人也特别多 对我们步空也特别难度 他也便宜逃脱 浪漫人海一下子就不在了 住了十辆出租车 便于未装吧 还有调了我们这个民警自己的 私人的这种两轮摩托车 调了二十辆 然后就说两个人骑一辆 两个人坐一个出租车 这样就把警力安排好 他扮作行人啊 卖买东西的 还是卖东西的 就在这老小区家爷爷的周围 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 在新医市接行花园 侦察员全部到位 就等贩罪嫌疑人写真 有人接近那个老人家的时候 我们特别特别的紧张 就注意他的每一个动作 在那里鬼鬼祟祟的 走过去走过来 他的头也偏向我们 都特别不见 心里嘛 就有一点冲动 就会说会不会是他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 但这前人却没有出现 当年坐下到夜 在那里我们奔了 整整一个班 一个多钟头 衣服都灯干了 然后没有 还没有看到犯罪嫌疑人 这个时候嫌疑人不出来 他肯定在周围观察了 此刻 其实一名犯罪嫌疑人 也来到了街心花园 但徘徊良久 他还是不敢上前交易 你当时去那个现场是吧 对 你当时在哪个位置 就在 就你看见那小孩的眼睛吗 看见 看见吗 但是你被他靠近 对 你当时离开了多远 这也算是什么 我就感觉什么 感觉不对啊 就是说可能报警了 一直到警方 可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吧 狡猾着犯罪嫌疑人决定 放弃这次交易 并再次打电话 对孩子家人进行 对 我就说 你没信用 我知道你报警了 他说你明天就等着收拾吧 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心啊 一下变险了 受害人的爷爷吧 他当时其实 他已经绝望了 我们没有 私心里看 知道绑腿是谁 所以说也 不知道到最后才有什么措施 难道犯罪嫌疑人 真的打算铤而走险 杀人灭口 忙 就在人们焦灼等待的时候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老肖 你不能耍花样 我让你看到你身着 然后你必须把钱给我 只要打电话过来 要钱 人子扛一下 这次犯罪嫌疑人指定 在新义市北京路口地交桥 进行交易 时间是凌晨四点 很快 一张大网 以地交桥为中心 在夜色中 再次悄悄展开 我们出调了两个多车 不过净种 在各个桥点的设下 然后堵击 明晨四点 一名侦察员 化妆成出租车司机 带着肖德友 在立交桥上等待 很快 很快 一辆雪佛兰轿车 接近了他们 在街道窗前的背包后 犯罪嫌疑人留下一句话 孩子在立交桥另外一边 随即开车离去 一场飞车追捕在夜色中展开 一场飞车 一场飞车 犯罪嫌疑人 蔡荣洪 18岁 贵州省浦安县人 犯罪嫌疑人 邦军 19岁 贵州省浦安县人 2013年5月23日早晨6点 正是蔡荣洪和邦军 等候在起起上学的路上 绑架了孩子后 勒索30万元巨款 据两人交代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绑架 是因为背后有高人指点 他们俩都是最近 才从外地来到新一室的 在这里 他们认识了一个仗义的大哥 他用了钱给我玩 看你这也给我住 拿钱给我吃 后面不好意思了吗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还行 为人方便 几天后这位大哥说 要带他们两个人 发一笔大财 他说是那家小孩 资产 资产他家资产应该有 五六百万 而且是什么 你给他拿个A30万 他不会报警 他弟弟跟你说什么事 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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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朋友也是不想做的 但是又想到什么 又拿钱不好意思 对法律的淡漠和所谓的江湖意气 让蔡荣红和匡君 很快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接下来的几天 这位大哥带着他们俩 进行了精心准备 然后他又骑着他哥的 就是看一下那里的路上 那些路哪里有摄像头 哪里没摄像头 他就带我看一下 从哪里没摄像头的路径 开摄电机 从哪里开出来 然后去他的家 看到的家 他面倒一家 正是因为有这位大哥的精心策划 他们的绑架罪行才得以顺利进行 那么这位大哥是谁 他为什么对萧家的情况 如此了如指掌 他又为何选择 对一个刚刚八岁的孩子下手呢 詹大龙 二十四岁 惠州省新义市人 正是他指挥蔡荣红和匡君 实施了2013年5月23日的靶架 在5月24日凌晨的抓捕行动中 当时开着选择篮教授的他 一起被警方侵获 然而面对民情 詹大龙却说出了一句让人惊讶的话 我主要是想出来不去 然后没怎么准备 就是想绑架孩子下来一下 詹大龙的这句话充满了委屈 难道绑架孩子仅仅是为了出气 他和受害方 萧德友一家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矛盾 让他用如此恶毒的手段来报复 当萧德友见到詹大龙之后 真相终于大白了 而这个真相却让萧德友更加气愤 熟悉的陌生人 委屈的自白 真假之间是什么让他最终越走越远 伸向孩子的黑手 一线继续播出 真大龙被抓捕后 萧德友很快就见到了他 但是这次会面就让萧德友 信不打一处来 让萧德友生气的是 面前这个绑架自己孙子的人不是别人 竟然是自己曾经的女婿 一年前 因为和女儿感情不合 两个人离了婚 谁能想到 一年后 他竟然下狠心 绑架前妻刚刚八岁的小侄子呢 我前妻的嫂子 我有一点 那我也不怎么 不好说呢 就是有一点点过去 我们都万万想不到 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们都想不到他会想中 对我们 据张大龙说 自己和前妻2008年结婚 平时她在外面跑车 夫妻感情也一直很好 但三年前有一次回家 她却突然发现 妻子对自己的态度冷淡了很多 疑问之下才知道 是大嫂在妻子面前 说了自己的坏话 说我出去外面 在外面 做什么 做就是在外面 养有一个女人之内的 这方面 自然战大龙百般解释 但妻子却并不相信他的说法 自那以后 夫妻两人就经常发生争吵 两个人随便争吵一下 然后我一会也没 然后就是 他嫂子就过来 就说我骂我 我们贴单子 我们都要他好好讲 都没有江南子 也没吵 岳父一家人 不友好的态度 让张大龙感觉到 自己这个女婿 当得越来越憋屈 终于 2012年8月 在前妻的提议下 他们俩离了婚 离婚后 每每想起大嫂 说自己闲话这件事 张大龙 气就不打一出来 于是萌生了通过绑架孩子 来报复大嫂的想法 我主要的目的不是威胁 然而 张大龙说 自己离婚 是因为大嫂挑拨的说法 却遭到了 肖家全家人的断然否认 她离婚是因为我 我听到都觉得有点 有点生气 我在他们之间 真的算对得起他们了 因为是我好歹都不江南子 管你打得好吵得好 都与我不管 你咋啊 张大龙当时说的时候 她说是 你嫂子当时有骂过她 这个你记得是怎么回事吗 我嫂妈 没有骂过她 你说你闺女回家 她嫂子会跟她说点什么吗 对你媳妇有时候 跟你闺女说点什么吗 没有说完的 没有说完的 而且在小则有看来 自己的女儿和张大龙离婚 最重要的原因 是这个女婿不务正业 吃了酒都是中的 人家的 他爱这个吃 就一想打架 爱两个吃 就一想打架 不成气 你来都是什么 他不吃惊的 人是个好人 吃酒了以后 我真的是挺怕她的 心里面想的是 事比较多 经常爱喝酒 然后好像经常喝酒 开始也不这么好 因为酗酒闹事 酒后开车 短短两年多 张大龙就赔进去了 二十多万 这让肖家人 对他的意见越来越大 出事比较多 然后用的钱比较多 就是前年七一年 上前年 大概就是初来是用来讲 大概就是二三十万 来解决是什么 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我们都不够用 我以前我儿子吃 满门的钱 我们都没有 这个吃了酒 在那里喊他烧吃酒 烧吃酒的 他种了来的 这一将门 三角不得都 那多少个大点 而且张大龙在绑架 过程中的种种表现 似乎也早已超出了 泄愤出气的范畴 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跟那个是什么关系 在证据面前 张大龙终于承认 通过孩子拿到巨额赎金 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但我能不能理解 其实你慢慢就想 你根本就 你所谓的说 你听一下 骗你的这个一个结果 其实你就才能去 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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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2012年和前妻离婚后 没有了家庭束缚的 张大龙越发游手好闲 酒也喝得更加疯狂 他有一次在潘多达 他会醉了 潘多达里面的所有的女孩 他基本上都清完酒 清一个 不管是谁 很快 一件意外的发生 让张大龙不得不面对现实 他借了一个朋友的车 然后装车 让出差后 出差后 他拿去修 欠了修女厂的两万 两万多块钱 我那两个玩着玩着 讲着讲着 就是说 怎么样能找钱找得快 后面他就说出来 做绑架 平时 平时他就对他 少是有意见 就想到了绑架他的这个 子儿 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他签 于是 张大龙纠结了匡君和蔡荣红 在2013年5月23日的清晨 将罪恶的魔爪 生下了年仅8岁的孩子 如今 张大龙等三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绑架罪 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9条规定 以勒索财务为目的绑架他人 或者绑架他人为人质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情节较轻的 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等待张大龙等三人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段黑暗的经历 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 不会留下太多的伤痕 这里是音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